急凍蜆肉 25元兩包 這隻是200克 這隻蠻好的 以前吃過的 我以前賣開15元一包 現在25元兩包 即是12.5元 便宜了少許 好 買兩包回去 用來炒豆也好 買兩包 我是月豬好 大家好 片頭都看到我 去超市買蜆肉 25元兩包 挺大 其實通常我買這些蜆肉 都是急凍房 或一隻殼去炒的 曾經一炒一殼 但我看見這些 好像大隻一點 不如買兩包 我看見它乾乾淨淨 我放在雪櫃 如果喜歡就拿包出來吃 其實這些要來炒意粉 其實蜆肉炒意粉我都有做過 大家可以看 不如用一包來煮菜 今天去菜單 買了一盒豆角 兩盒苦瓜 現在是20元三盒 送了一條蔥 想著就是 不如豆角炒蜆肉 很漂亮 很坦白說 好像很頑皮 很漂亮的青豆角 20多元一斤 這裏十兩 都不止不止 這些是瘦瘦瘦瘦瘦 不過用來炒蜆肉就可以了 那我就想一下 我家裏有菜譜 我自己做過辣菜譜 回家看 吃完了 不過幸好我有個炸菜木耳 你看這段影片很棒 我長期都有的 不如用炸菜木耳 炒蜆肉 很簡單 拿一點就可以了 我很多時候 吃麵就是這樣 夾一點 放一些麵 就像外面街 可以了 放一堆就不用太多 我又炒到一塊豆腐乾 這塊豆腐乾 做了幾天買的 五元有兩塊 簡單 就是一包蜆肉 一包豆腐乾 十二個半加五元 十七個半 這些炸菜木耳 就自己家裏有 這塊也要七元 豆角炒蜆肉 豆腐乾 放一包這些急凍蜆肉 這個是二百克 十二個半 就是一包 看看它的質素如何 現在我都輕了 買定 哇 都幾多 簡單 用清水浸 解凍 什麼都不用處理 好 洗乾淨 就盡量拍齊 好切一點 難道你逐個逐個切什麼 好 拍齊 好 這些頭髮 這些比較髒 可以不要 因為這些都可以 狠狠地 不要它 你看看 它比較髒 但有些好漂亮的 就不要切得太深 浪費 好 這些不要要 好 現在就切了 豆角炒 不用切到一條條 因為 這個蜆肉這麼大粒 其實跟它差不多 大小就可以了 讓它有少許口感 因為太小粒就沒有口感 差不多 因為它也有少許縮水 粒粒切到這樣就可以了 粒粒切到這樣 好 切好再跟大家說 好 切完兩隻辣椒 好了 好 看看蜆肉 這個蜆肉解凍了 但始終都是急凍過的 急凍過之後 要用少許鹽 先拿一下 讓它去一下雪味 OK 兩分鐘之後 再沖乾淨它 兩分鐘了 這樣就要沖乾淨它 很濕 很濕 要沖乾淨 但是現在要加少許胡椒粉 始終是急凍的 我們就會加少許胡椒粉 加半茶匙生粉 加少許油 加少許油 先爆香蒜蓉 這個是瓶裝 我都不剁了 少許一個茶匙湯匙 多一點都不要緊 OK 其實這些豆腐乾 都要爆爆它 因為它都是急凍的 冷了一點 五元兩塊 切到丁丁就可以了 它是有口感一點 OK 先爆爆豆腐乾 等它炸一炸 可以的 好壞 剛才是放了生粉 在這些蜆仔肉裡 現在就要馬上炸 對 炒 應該不是炸 是可以的 那些豆 反而不用太急著 對 其實這些蜆仔一炒就熟了 好簡單 好 拼在一邊 放一些豆 洗青豆 它很吸油 這些就要炒久一點 炒到差不多 在豆角開始軟身 就要加些炸菜 沒有炸菜用菜譜可以的 本身的炸菜有些鹹的 所以不要加這麼多鹹味的東西 你要知道 你不要再加鹽 那些鹹 就會很鹹 知道嗎 我會加少少糖 調味 半茶匙的糖 讓它調味 先炒一下 炒一下 最後 放少少生粉 麵 少少生粉 水 少少就可以了 OK 放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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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上 過來過來過來 好香 過來過來過來 哇哇哇哇 這個 簡單 又是 買了豆角 有豆腐乾 在超市買些蜆肉 有少許肉 其實肉 用肉絲也可以 用肉碎也可以 大家要清楚 普通家庭 其實你想到 煮什麼就煮什麼 我剛剛有炸菜木耳 你們沒有的 就用一些菜譜也可以 沒有所謂 OK 你們如果吃了辣 就放幾粒辣椒 點綴 它比較漂亮 有一點紅 就比較漂亮 如果不吃了辣 就不要放 因為這樣就比較漂亮 好 現在你不是同炒 它就不太辣 OK 這個簡單單的 炒蜆肉 其實找什麼炒也可以 你找個紅蘿白炒也可以 我有豆腐乾 這個當然是野味 除了送飯 煮一口白粥 這個就很漂亮 你明白嗎 已經很好吃 幾元雞 這個是 7元豆角 5元豆腐乾 12.5元 這個蜆肉 即是圍到 23-4元 就有一碟這些菜 希望大家喜歡我和大家分享 豆角豆腐乾 炒蜆肉 多謝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這個魚頭 斬開幾粒 就已經可以炆魚頭 找到豆腐 豆腐泡 粉絲 就好正 OK 奶奶 等一等 下次不要太深 嘩 看得多漂亮 這條 東星 先拿一塊 已經 已經真通了八粒 尾 嘩 真